我們針對企業主 就稍微調查一下說 大家對於目前 比較年輕一代的人力的狀況 企業主的一些看法 做一些試調 非常需要像副總裕這樣 比較企業中高級主管的人來看 那那個反應會比較真實一點 是 我們接下來會有幾份的履歷 然後從每一份履歷裡面 也跟你們聊一下看看你有什麼提醒 或者有什麼感受這樣 好 這一份是一位 好 畢先生 我覺得這個人 他的學經歷當然是很漂亮的 學歷很漂亮 但是他沒有什麼經歷 我覺得他最大的弱點 坦白講還是弱在他的 沒有工作經驗 當然是有點麻煩 就他怎麼樣去跟這個社會配合 我覺得HR是過不去的 這實在不是一個很好的歷歷 我不會用他 好 第二份比較年輕 畢先生他25歲 木炸菜市場他做學徒 美容洗車的洗車員 他的學歷沒有競爭力 然後他中學畢業 這樣的人都不喜歡 比較擔心的是他沒有一個專業在上面 因為他又當了麵包學徒 又去兼裁洗車 以這個學歷跟他的經歷 第一瞬間基本上我就會刷掉了 坦白講以這份履歷他必須要夠誠懇 通常我看到那個經歷是很短短的 可能一年半年這樣子就走的 這種我比較會擔心 接下來是一位熙先生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普通的履歷 而且他這個很奇怪 為什麼29歲才工作不到一年 這一份是熙小姐 三萬二偏高 因為他才剛畢業 接下來這一份是一位熙先生 他履歷就是有個很嚇人的地方 因為他每個工作都是工作一個月 大導演 就是我們拍電影那位嗎 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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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歲 男性 他到33歲的時候 他沒有 實際上沒有什麼正直的工作 第二份履歷就是剛剛另外那一位 我一下 胡寶春 胡寶春 我覺得這可能標籤話太多了 對 我好奇是誰 給你看一下 你應該認識吧 我最好的兄弟 OKOK 你認識嗎 這個是 他是我朋友的小孩 這位是誰 名字是我家女兒 哇 我很訝異耶 我不知道他工作換這麼多 你還會這樣看這份履歷嗎 不會 但是 你的意思是說我的 我不敢相信是他 然後 26歲面是我的那個主管 可能他當時沒有想到 我現在會是怎樣 那個東西都是在這裡面看不到的 我們自己在要求的時候 也是有點嚴苛 不得不這麼說 就是 這個環境不好 其實年輕人也很辛苦 看履歷的時候 可能要 是不是要多花一點時間 你是不是把人家小孩子找來 然後跟他聊聊看 把機會稍微放開一點 至少在這個年輕的世代 他比我們當年辛苦 當年那時候 我跟妳說 我也並沒有一個很漂亮的履歷 大膽的用年輕人 真的